我爱少林,我爱少林,我爱少林,我爱少林 7月13号,2024少林考工总决赛在中国松山少林寺开赛 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百余位少林功夫席恋者 争夺2024世界少林功夫之心 今天我们齐聚在千年古刹少林市共同见证 2024年少林功夫飞衣穿袭好宫总决赛 辞职大赛不仅对少林功夫记忆的考证 更是对少林功夫的深度认知 我们将见证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 参赛者齐聚一堂,共同传承少林精神 据介绍,此次大赛的参赛选手历经全球海选 洲际考工大赛等确定 海选历时一年,从101个国家和地区的 2万余名少林功夫席恋者中 决出2400人参加洲际大赛 最终胜出的洲际少林功夫之心 及相关获奖选手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 因为考工是少林寺在生团内部的一个考工大赛 我们现在把它搬到了一个国际的大舞台 让全球的少林弟子都加入了这样一个考工的平台 大家在席恋多年的少林功夫里边 他的任何一个单项,任何一个专业训练的项目 都可以拿来作为他的考工项目 因为少林的拳法上百余套 器件,还有72亿,还有少林养生功法 少林的童子功,基本功 这些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考工大赛的项目里边 这一次的人数应该属于是前两届最少的 因为他们都是功夫之心 下腰,匹刹,后手帆 总决赛前,八岁的大洋洲少林功夫之心 在外婆陪伴下进行赛前训练 之前看着那些照片,少林功夫的照片 完了我才想来的 我想要跟全世界的大朋友,小朋友,小朋友 听听他们的文化 我学了少林功夫,我就变强壮了 就自信了 我每天都下腰 我想参与这种多的少林功夫 在学习 少林功夫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隐于世界 少林寺作为中国武术的起源地之一 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产武合一理念 孕育了多种独特的武术形式 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 据不完全统计 少林寺共有少林弟子、少林文化爱好者 习练少林功夫者约一亿人 仅海外就约有六千万人 据悉,除总决赛外 少林功夫非宜传习创新大会 少林功夫展演 国际少林功夫断品质认证培训等活动同步举行